顫前一則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錯別子 有些時候我們為了求一些姻緣 會到廟裡面去求這個紅線 但你知道嗎 有時候求來的紅線 可能求到的不是你所要的姻緣 而接下來的故事是網友投稿 我會改編真實故事 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說給你聽 大家好我是橘子 這是發生在我幾年前的事情 當時我在銀行裡面上班 當櫃台這邊 那有一天就是我記得那時候剛好單身 然後朋友約我就到台北的某間大廟那邊去拜拜 也去那邊跟月老求了一條紅線 那我也按照步驟 就是跟廟方人員說的 可能要詢問、拔筊 都過了之後呢 我就把紅線求來之後 直接綁在我的左手腕上面 綁完之後呢 隔了幾天 我記得禮拜四 那時候我就去上班了 上班的時候 早上都沒事情也很OK 身體也沒不舒服 到了中午還跟這個保全人員 到後面的餐廳去吃飯 吃完之後再回來上班 沒多久我的桌機 桌機就響了 我就把他的電話接起來 結果一接起來才發現 我竟然不能說話 就是我的喉嚨被鎖住了 你知道嗎 我想要用力的講話的時候 我發不出聲音來 然後我想要吐氣 我想要深呼吸 我想要用氣音講話 就是呈現一種 這種聲音完全出不來我的嘴巴裡 那坐在我旁邊的出納的姐姐 她就覺得很奇怪 我怎麼接起電話來不講話呢 都可以從話筒聽到 對面的人那邊說 微微微的聲音 她就說 你怎麼不講話 她就幫我把話筒接過來講 那講完之後的過程呢 我其實在講的時候 我還是不停的在試著看 能不能發出聲音 而且我很大分是我 昨天跟今天早上都很正常 怎麼到了下午變成這樣 後來出納姐姐把電話掛了之後呢 我寫字跟她講說 我不能講話了 結果出納姐姐一聽嚇到 找了長官 甚至找了當時跟我一起吃飯的 這個保全人員 大家可以討論到底怎麼回事 可是我在過程中 我也是喝水也試過了 拍背也試過了 我就是開不了口 那這個事情就是 他們最後決定是 你就先繼續上班 因為你身體也不舒服嘛 你就先繼續上班 有要講電話的 就是出納姐姐幫你講 那櫃檯人員的話呢 就全部轉移到別的櫃檯 去幫你做處理 一直到了下午三點半 銀行關門的時候 我跟長官打字跟他說 我想出去處理點事情 並且去看醫生 那離開時我就先到電信業那邊 先去處理我手機的事 那我進去的時候呢 裡面有一個櫃檯姐姐呢 跟我很熟 她看到我都會跟我打招呼 但那一天我領了號碼牌 一進去 她看到我的時候呢 她是在櫃檯裡面 直接叫出來 你知道嗎 好像看到什麼東西 嚇到一樣 然後還跟我講說 你離我遠一點 離我遠一點 那時候我就嚇到 可是我不能跟她講話 因為我那時候還不能發聲 我就寫字跟她講 傳紙條給她看 就寫在我那個號碼牌的後面 那她看完之後呢 她就低著頭 幫我趕快處理完 我的這個手機的業務之後呢 就叫我離開這樣 整個過程喔 她都沒有抬頭看過我 就只有第一眼看到之後 她嚇到叫我離開之後 她就沒有再抬頭了 那當下我其實就知道 我接下來也不用去看醫生了 因為這位姐姐 她自己有陰陽炎 我大概也猜出來 好像是什麼事情 那我決定在結束之後呢 我就要去廟裡面 去處理一下事 感覺去拜個拜會比較心安 但我才剛出這個電信門口時 我就覺得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心裡悶悶的 隨後是有一種很強烈的負面情緒 就是你說憤怒嗎 生氣還有悲傷都有 甚至我覺得我很排斥去拜拜 但是我是有拜拜習慣的人 但是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當下就是很排斥去拜拜 也在那一瞬間 那種負面的情緒 跟這種很雜亂的情緒 在胸口湧蕩的時候 我就能說話了 我瞬間就能說話了 那我想說反正能說話了 心情也不好 那就先回家好了 那回到家裡面的時候 我爸看到我 我也沒跟他講什麼 他看到我的第一眼 他就瞬間覺得我不對勁 他覺得我的氣色很差 他就問兒展怎麼感覺你整體不太好 那我就跟他講了 我今天中午下午的事情 他馬上打電話去給他的一個師兄 去廟裡求了一道福之後 化在陰陽水裡面 並且加入艾草在裡頭 幫我用這個毛巾擦自身體 叫我自己去擦 我擦了三遍之後 我是覺得我的身體又好一點 至少我的心情沒那麼差了 但你說整個心情跟身體都好到跟一般一樣嗎 也沒有 很累很疲累 那天我就早早就入睡了 那上樓睡覺的時候 在我睡下去時 我發現平常也沒有什麼睡眠的問題 但那一天睡得很淺眠 就是你總是翻個身你就醒來 翻個身你就醒來 那我就想說那就去喝杯水 所以我就下來 當我起身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左手腕的這個紅線掉了 他那個紅線綁很緊 你要用指甲去掐那個解 至少要一兩分鐘才解得開 怎麼沒道理會這樣就掉了 那我當下因為真的太累了 今天事情真的太多 我就把紅線放在我枕頭旁 然後我想說我下床去廚房要喝水 但是當我起來要準備下去的時候 才發現我的小腿是被人用腳這樣壓住的 我動不了 隨後我覺得他這個壓住的這個動作 變成他往我的膝蓋在壓 隨後再往我大腿在壓 再往我的肚子 再往我的胸口 他是感覺有東西慢慢的從我下面往上爬上來 最後我被壓在床上我根本起不來 我當下鬼壓床的狀況 我也只能不停的說 對不起 我不知道哪裡得罪到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對不起可不可以放過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樣 還是你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 你跟我說對不起 我只能不停的不停的道歉 我也不知道我道歉多久 那種感覺才突然消散 我才能起身 那說真的 當下我已經很明顯感覺到 有一個東西在我房間裡 所以我也不敢張開眼睛 我是閉著眼睛 憑著感覺 往那個門口的方向 要離開我的臥房 但是就在我手在那邊揮 要摸牆壁跟開關跟開門的時候 我手瞬間 一個動作就把手插到了一個女生的頭髮 的髮絲裡面 我當下那種觸感非常真實 我嚇到手怎麼拉回來 就下一秒 我的手指被用力的咬一下 我痛到眼睛張開 可是房間裡面什麼都沒有 當下我就覺得整個傻眼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同一時間我床頭的手機響了 然後我轉頭去看的時候 把它拿起來 手機有一個模式是 你按圖片 它好像會有一個像是 換燈片還是什麼 就是照片可以自動播放 我的手機就自動播放起那些照片 然後還有註解 很奇怪 還有文字註解 那照片裡面是一對男女 也不像在拍照 很像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那他們的穿著打扮 也不是我們現在這種穿著打扮 感覺是清末明初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種穿著打扮 後來我在看這個圖片跟文字之後 大概知道說 這個女的後來就離開這個男生 就這樣子 我才醒過來 整個過程我才最後醒過來 才知道是夢 可是這個過程真的是太真實了 我後來就想到我有被咬 那我手上是 就趕快看人家的手 我的食指到我的小拇指這一排 剛好就是一排齒痕 而且我還發現 在我的床頭 有長頭髮女人的髮絲 但是我們家根本沒有人的頭髮這麼長 那時候我單身沒有女朋友 我媽媽是短髮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髮絲 就是在我的手邊跟床頭邊 這起事件過後第二天我就直接請家 我就也沒有去上班 那我也跟我爸講這件事 那我爸也就知道說 可能這個符咒是真的沒有這麼大的效果 所以他就帶我去新美市土城 他是私人宮廟二樓拜觀音的 我們就上去找他幫忙 那那個呂太太來的時候呢 他就我先跟他講 我就說 我是不是被一個女鬼卡到 那呂太太看到我之後 他就點點頭說 對 隨後呂太太直接跟我講說 你那條紅線放在哪裡 我那時候沒有帶紅線 我也沒跟他講 我有求紅音源線 我都沒講 我就說 我放在我的床頭 他說好 他就拿了一個小凳子 叫我在觀音前面的神壇坐下來 他就站在我後面 一隻手打著我的肩膀 一隻手就抓著我的脖子後面 然後就很像是按摩這樣子 用手指這樣子按我的脖子 力道沒有很大 那個呂太太也不高 力道也沒有很大 但是在按兩三下時 我全身痛到尾椎 痛到發冷你知道嗎 發寒發冷冷汗一直流 我不知道這種痛感是怎麼樣 就全身痠痛 很像莫德納打第二季的那種副作用 然後我痛到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呂太太就把手放開 休息一下之後呢 叫我喝一杯茶 再按第二次 第二次按的時候呢 一樣這麼痛 但是就在一瞬間喔 不是說慢慢的痛感就沒有 是在這一瞬間的時候 欸就不痛了 就瞬間覺得 他在幫我按摩的那種感受 我全身就放鬆了 後來呂太太說 這個女孩子呢 最後決定要離開 所以她已經離開你身體裡了 回去的時候把那個因緣線 拿起來放在紅包袋裡面 丟到大水溝裡頭 記得不要回頭看 也不要盯著她看 丟完之後轉頭馬上離開 不要在現場逗留 她有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然後再給我護身符 給我這個 這個一些 護身符還有一些符咒 回家放著這樣 然後就交代一些事情 後來離開前她有問我說 就在離開前她有問到說 你這個音緣線是誰給你的 我就跟她講說 是我在某某某廟那邊求來的 她那時聽到之後就說 那以後也就盡可能 不要去那間廟走走 就這樣講 完全就是跟我想像的出乎意料這樣 那這件事情過後呢 確實就也沒有遇到那個女鬼 當然我有追問那女的是誰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一律都不講 她就說反正離開就離開了 那後來我有沒有再去那間廟 坦白說沒有 因為我第一次去那間廟的時候呢 我就沒多久就發生車禍 摔得全身都是傷 第二次我再去那間廟的時候呢 那時候的女朋友就跟我分手了 第三次我去那間廟 也就是這一次 求這條因緣線呢 回來之後就發生接下來這些事情 那之後我也沒去那間廟 而之後我的感情 目前來講也都沒有這麼的順遂 我是橘子 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真實故事 當時橘子投稿給我的時候 他一講這間廟的時候 其實我去拜過 我有一陣子還蠻常去那間廟拜的 但是因為一些原因之後 可能比較遠 然後我就沒再去拜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採訪一個 算命老師 然後他本身自己也是有在修的 他就跟我閒聊說你都去哪些廟拜 我就說可能慈幼宮啊 可能林口的觀音寺 觀渡光等等跟他講說我比較常去 還有我這個剛剛講這間廟 我就說我還有去這間廟 我就發現這個老師瞬間就皺了眉頭 就說他覺得啦 他說他自己覺得 那間廟的磁場沒有這麼的好 他說如果可以的話 竹林是不錯啊 你就可以去朵林上 吃幼宮也很好啊 就這樣帶過了 所以我就對這間廟有點印象深刻 後來這個橘子投稿給我之後呢 我看完這個故事 我就覺得跟我這個廟的事情很吻合 但是比較納悶的是說 那畢竟是一間大廟 他不是在路上撿的紅線 他也不是誰給你一條紅線 怎麼可能在大廟裡面會招來女鬼的姻緣呢 那我要去求姻緣線又該注意哪些事情 對不對 我們請專家來告訴你 我覺得因為這樣才是最可能的 神也不可能去牽個鬼來跟你在一起啊 對啊 對啊 那一定就是說某一種時候是 證源還沒有顯現得很明 但是你有一些我們講說紅鸾心動嘛 就是你那個緣分的心已經動了 就開始會影響到很多東西會吸引過來 不同維度這樣 那鬼就會被吸引過 喔 講鬼可能有點可怕 應該講他的前世情人 對啦 就被吸引過來這樣 OK 宗教的概念是這樣子 你去求了月老之後 他會激發你的人緣啊 異性緣啊 或是桃花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你的緣分的力量跟能量 特別的被觸動了 被激發了 除了影響的現實上面的 就比如說可能是對象不外 去吸引到 原本可能就和你有緣分的 我們講的可能是鬼魂啊 或是其他的不一樣世界的 那樣跟你有緣的代表這樣子 人啊 神啊 鬼啊 甚至有的講說是本家鬼 有的是外家鬼 跟我們比較親近的鬼 或是比較疏遠的鬼 我希望找到我的證源 我想要結婚的對象 這樣子的話 正確的去觸動到正確的緣分 我們人世間的時候 會去干擾我們 或是會去糾纏我們的 有很多我們講的前世的大王啊 就是女生前世的丈夫 不然就是前世的夫妻 那再來就是說前世的父母 他可能是術士之間跟我們有關係的 有姻緣的未投胎 或是未療院的 他還在陰間遊蕩 因為我們這次我們已經投胎了嘛 那他藉由某種緣分牽引 他找到我們 因此會跟我們糾纏上 恕怨未了 或是他想要 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 他們就會去雕塑 這些前世父母 或是前世夫妻的神像 好了不論怎麼樣 其實換個角度來想 你去那間廟 剛剛橘子有說到 他一開始拜的時候發生車禍 對不對 有可能有更大的車禍 是上命的 結果這間廟的神明幫他打掉 只是讓他擦傷 他去拜這間廟 結果女朋友分手 我自己也曾經去拜某些廟 結果女朋友那次也分手 也許神明覺得 你們跟他的姻緣 緣分不夠 在一起是浪費時間 所以就讓你們自然分開 所以其實不用到完全的去把這個廟給污名化 但當然 我也不可能直接告訴你那間廟在哪裡 那其實我覺得桃花 姻緣這些呢 除了去求神明 跟求這個法術科藝之外 最重要的還是要改變你自己的生活作息 多去跟人接觸 改變一些自己的興趣跟壞習慣 會比求紅線來的更加有用 好了我是湊貝之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節目的最後 給你推薦一個中天的防洋品品牌 CASE 皇家喝戶如會舒緩保濕凝膠 如果你跟我一樣 去外面曬太陽採訪 還是回到辦公室裡面吹冷氣打稿 曬傷了 舒緩了 保濕了 都很重要 那麼就非常適合這一款 CASE 皇家喝戶如會舒緩保濕凝膠 支持中天 請上快點購購買 記得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010 向我們的壞優惠 我選擇 KS 皇家喝戶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 TTS 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喝戶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喝戶您 喝戶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努優 Care